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猩猩的新作物 今天我们来聊聊白羊座和哪些新作越爱越心累呢 1.摩羯座 摩羯和水瓶的问题很相似都是比较冷 但是摩羯比水瓶好的地方在于 摩羯的冷不是水瓶那种 我心情不好我就不想理你的那种冷 摩羯的冷是对白羊的回应比较冷 摩羯和白羊这一对常常会出现那种 白羊信志勃勃和摩羯说一大堆 摩羯就回忆句挺好的 这种情况其实白羊的内心深处 是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开心的讨论 甚至是你能夸夸我 但是由于摩羯是一个不太能体会你的感觉的新作 所以很多人就是很容易出现非常多的误会 其实说实话 白羊虽然不喜欢那么黏糊的人 但是白羊很希望你能是不时给自己点暖 那白羊就觉得非常足够了 所以其实这一对要是想长久的走下去 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 这个摩羯能不能主动关心 摩羯能不能让白羊觉得你们的日子还是有盼头有意思的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二 天蝎座 天蝎座非常容易和白羊在一起 因为天蝎的靠谱神秘高冷 因为天蝎简直完全符合白羊心里那的霸道总裁的形象 会让非常多的白羊根本控制不住自己被天蝎吸引 可是这俩人一旦出上对象问题也就来了 因为你会发现天蝎的高冷是给外人看的 和你一起的时候只有黏腻 天蝎的神秘也是给外人看的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只有单纯弱智和小加自己 不过天蝎的神秘倒是一如既往的 不过这个神秘是老适合你做和你闹 让你根本看不懂天蝎究竟是怎么想的 所以这一对常常会出现快速吸引 但是快速崩盘的问题 因为白羊真的不喜欢天蝎的年 而天蝎也真的不喜欢白羊的直信字 以及不懂怎么表达自己心里想要的那个感觉 简单来说就是 天蝎给不了白羊征服的感觉 白羊也给不了天蝎懂的心情 所以这一对谁甩谁都有可能 但是以白羊的这种不撞南墙不回头 撞了南墙也会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性格 一旦尝过天蝎的好 一旦对天蝎动过心 也很容易一而再再而翻地往上冲 所以这一对如果想要走下去 要么是白羊对天蝎的崇拜 超过了对于年龄的厌烦 而且天蝎还得从白羊的身上获得那种你真的懂我的感觉 不然这一对真的就是白羊不停地一路撞下去 三 双鱼座 对于双鱼座和白羊座 其实和双鱼无关 更多都是源于白羊炽热的爱 因为白羊是一个很奇怪的星座 白羊一旦对一个星座有了好感 哪怕这个星座真的和他们不合适 白羊也会非常坚定地和这个星座一条路黑下去 你要问为什么 其实白羊自己也说不上来 毕竟双鱼这么黏这么暖 也真的不是白羊特别喜欢的类型 甚至白羊还会觉得烦 但是白羊有一个致命的性格 那就是在一起就烦 分了就想 而且越是分了之后白羊越会觉得 和双鱼谈恋爱的时候 双鱼那种给你的炽热的恋爱感 是所有人都给不了的 那这对到底能不能成 其实有两点 一是白羊得多体谅体谅双鱼 控制一下自己的烦躁的心情 二是双鱼的话 如果能够忙起来 或者是学会控制一些距离 别那么黏 别那么甜 这样才是两个人走下去的终极奥秘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